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21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166.16 收盘价是162.99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69.70 最低价是在160.56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9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 量,当日的成交量是2.11亿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67倍抱有大的成交量 KD值,我们会看到快线下穿了慢线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 MACD开口增大,双线是继续下行 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空投的趋势中 好,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4月2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红K线 它是一根下跌的K线 那它所处的位置呢 是在股价下行的行进中 当日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 然后收盘是跌破了前一日K线的最低 并且呢 当日是留有一个缺口 那么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一个强势的下跌 那日后呢 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跌 当然我们会看到出现这样的急跌的情况下呢 在日后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 好,这是K线信息的解读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4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给出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会出现反弹 收盘价会在186 另外一个方向是会出现下跌 收盘价会在178 这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我们给出的股价 有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上 收盘价会在183附近 实际在4月20日收盘价是到了162.99 在当日是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那我们会看到收盘价目前已经跌破了164 也就是3月13日这根K线的最低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说的第二个目标 那这样一来目前股价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已经确认了自2 2月16日以来的空投趋势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头 头低 然后出现了底 底低 所以这样一个空投的趋势已经被确认 对 那么说日后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行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下行 那么我们先来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 我们先把这条水平线去除 好 那对于4月2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 股价如果说是继续下行 那么它的首要目标将是160 也就是前一日K线的最低 我们调整这个水平线 好 然后变一下颜色 我们说一下理由 这个160呢 第一个目标既是前一日K线的最低 同时160也是自1月6日以来上涨 一直到2月16日 这一波上涨的50%的成本线 也就是说从起涨K线最低到上涨到顶部 K线的最高 然后那么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50%成本线 就是在160 那通常这个位置呢 是股价如果自上方开启下行之后 它应该是一个强支撑 其实我们会看到在4月20日的盘中 股价的最低价也是到了160.56 也就是到了这个50%的成本线 遇到了支撑 然后出现了 在盘中出现了一个反弹 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一个比较长的下影线 所以我们说目前股价如果继续下行 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个50%的成本线 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 那如果这个目标被跌破之后呢 我们再给出第二个目标 我们把水平线加在138 也就是1月25日这根K线的最低 好 那我们会看到138呀 是自1月25日 我们会看到在1月25日之前出现了横盘 然后呢1月25日开始 这是一波起涨的K线的最低 对 那所以说股价如果继续下行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38 当然我们说在到达138之前啊 上方的这个缺口将会成为支撑 好 下方呢我们先给出这两个目标 当然呢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还有就是101.81 嗯 那我们说目前现在的这个下行的走势 它的目标应该是138 对 好 这是下方的三个 下方的两个目标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 那股价在4月21日之后如果出现反弹上行 那它的第一个目标我们说依然是183 183也就是4月19日这根K线的最高 那这根K线呢是在股价出现下行之后的一个止跌的信号K线 所以说股价如果出现反弹 然后呃要想呃继续呃上涨 那必须要站上这根K线的最高 所以我们把183定义为它目前的呃反弹的第一个目标 那当然我们会看到在到达183之前啊 我们说100呃 也就是4月20日K线的最高169将是强压力 然后上方的这个缺口呢也是压力 好 这是第一个目标183 第二个目标就是192 我们在前几期视频已经说过 这是一个母子怀抱变盘的K线组合 那只有站上192才会继续反弹 再向上的目标就是202 就是要瓦解这个下跌的呃K线组合 好 这是上行的三个目标183 192和202 那我们说对于一呃对于4月21日盘中 我们要特别关注的点位就是160 160是强支撑 也就是说在之后的交易日啊 或者是在4月21日盘中 股价如果能够在160上方运行 是很有可能出现反弹的 如果是在160下方运行呢 那我们说股价将会继续维持这样一个强势下跌的走势 会继续下呃会继续下行 对 好 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那我们目前有一个强反弹的持仓是在187 5% 进场是在这根K线 对 然后呢 我们止损是守在180 在这个位置 嗯 那到了4月20日我们会看到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那已经跌破了180 应该呃 从纪律上说应该是立即出场 嗯 也就是这个强反弹是没有成功的 嗯 好 这是我们对于呃 这个仓位的说明 嗯 当然 如果 比如说啊 当然现在目前的呃 亏损额是比较大的 呃 如果现在是有5%的持仓呢 呃 也就是说实际上也可以继续持有 可以作为长期持有 等股价涨回之后呢 我们说再去出场 但是如果持仓的比例相对较大 那我们应该遵守纪律 应该是立即出场的 嗯 也就是仓位越大应该是越要止损出场 好 但是技术上的呃 操作建议也就是纪律 就是目前应该是出场 好 那我们再来看空头 空头 我们只讨论空头 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 呃 我们会看到在4月20日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 那在盘中一定是有空头获利出场的 那从当日K线的现行我们可以看出下方是有含有长长的下影线的 嗯 所以在下方是遇到一些支撑 所谓的支撑就是有空头的获利出场 我们会看到在呃187这个区域进场做空呢 那么这样一波的呃利润还是比较丰厚的 好 那么对于4月21日 我们说股价在开盘之后啊 呃 如果出现反弹会继续有空头的进场或者是加仓 那我们认为会在170到174 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中部到前高 在这个区域会有空头的重新进场 或者也会有空头加仓 嗯 然后他们的目标应该是下方的150 150是这个缺口的中线 通常缺口的中线也是强支撑 所以在这个区域进场 他们的目标应该是150 然后回补位应该是在183 好 这是我们对空头的呃 讨论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月2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上方的缺口 从169到177 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我们给出 嗯 是在180 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80附近 嗯 那我们补充说明一下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啊 是在174到177之间 也就是在这个缺口的范围内 好 上方我们给出这两个压力位 然后下方的支撑 第一个支撑就是前低160 然后是下方的缺口 是从154到146 其中在150中线的这个位置将是强支撑 好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4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那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要给出两个方向 就是说反弹或者是下跌 如果在4月21日出现反弹 它应该是高开盘 然后在盘中 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3 在这个位置 最高上方会到达173.5 也就是到达这个缺口的中线附近 然后收盘会收在171附近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 它的条件是必须是高开盘 并且在盘中 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3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 那否则呢 股价会出现下跌 如果出现下跌 它将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 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59.5附近 在这个位置 下方最低会到达152 在这个位置 收盘会收在158附近 对 那么出现这样一个大幅下跌的条件呢 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低开盘 并且呢 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61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 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 好 也就是第一个可能 我们会给出反弹和下跌 两个方向 那第二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 如果出现横盘向上 它将是低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158.5附近 最高上方会到达168 收盘会收在165附近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可能 横盘向上 那以上呢 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21日走势的分析 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